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CJK 又有我的师傅Greg和大家分享 今次用Premier方式和大家说 价值投资的时间终于重临 不单有港股 还有美股的成长型价值投资 和大家分享了 甚至会剧透下年我们的选股名单 大家记得看到最后 上个星期五有和大家说到牛市丛林的机会 以及用技术分析和大家说了 S&P有条黑色线 如果这条黑色线是对的 将会是裂口大洋竹 结果发生了昨晚 恒生指数已经突破了一个小箱底 目标25,600 上个星期五说的 最高的就是25,437 差一百多点已经到我们短暂目标 要再升穿还是有目标的 上次我们说了这件事 当我指数吻合的时候当然有一扎股票和大家跟进 上次就已经说了 亦都我今天会说的其中一只 就是FCX 拜登股 因为Quarter 4 根据这个政策有机会炒的 那时候就还没升穿 顶着一下子之后 已经事价五日了 爆了上去 最高到差不多$38 那我们说的时候$33-$34 还有我们有两只股票 都在CG1 不是上星期五 但是一路和大家跟进 COP 能源股 说的时候$59 那现在就$73 升了23.8% 应该是时候只赚了 那APA 说的时候就突破颈线$21 那现在就24 升到$25 升了12.9% 所以今天又会带来五只港股 和大家说的 我知道了恒生指数 其实由2月份的$31,000跌到$23,600 其实跌到$24% 很多人都怕了玩港股 但是如果有些板块揽杀无辜的话 其实反而重现了一个价值投资的机会出现了 suppose 今天就是港股 五只港股已经够了 但是昨晚的美股 突破了我们和大家说了 预演了黑色线的话 并且这些数据其实都不错 升级板和大家会研究 昨天数据公布了什么 那种种迹象下 其实机会都到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从一个叫做增长型价值投资 去和大家说 因为由美国银行股开始减中 接下来是美国业绩期 这一季都可能炒了 我担心下季 但是如果有什么股票 其实是S&P带的时候 它反而还是很便宜的 等人再看彭博 是彭博罕有地称一息 是认为美股 不是港股 是全部都称一息认为百分百低股的 令我想象一下是2018-19年的腾讯 以及现在的腾讯 那么难得不是港股 是美股 那那种是什么呢 那跟大家呢 在part 2都会 虽然我们未有时间做足准备 但是我们都会在part 2 跟大家说完五个 我们已经预计了一段时间的美股 希望可能是今个星期 今个月 在年底前呢 就要做足部署了 那么那么多只股票 大家记住去看到最后的税 part 1讲这个的港股 part 2讲这个美股 那我们呢 记住大家有帮忙的话 可以按like 和share 还有什么股票呢 大家觉得很强势 无论美股港股 或者全球股票都可以的 那么大家都在下面 comment section去留言 那我都喜欢周围狩猎 你看我买房地产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也都会在小编上程 都会在comment section 和大家去解答 还有大家问正股票 问技术分析的话呢 而我们的master account 有画到的话呢 就会给大家 一条link大家的了 所以大家记住了 开始前记住 版权所有 不得侵权 还有我以下说的 全部都是教学实例 兴趣班业的而已 大家千万做任何投资决定 要想清楚了 我都这么说清楚 那么游戏玩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呢 首先今天我们会篩选了五只股票 五只都是不同行业的 业绩资金流都非常稳定的 至于选股方面 我们分析完班 十年创步之后都教过大家的了 那我今天不详细说 当一个实例 特别上了课同学了 但是呢 记住呢 我们是未finalize的 那么我们下次查序 会finalize 但是都是这个名单的 交到我手上三十几股票 到我 差我最后一个呢 只有one only one 就是我拍板 就是这几只股票 8只至12只股票 我们就会confirm的了 那么今天呢 这个范围 应该都 都是这个名单里面的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就是讲价值投资了 特别港股呢 是有少少令到我们 会改变了 因为有些真的太便宜了 但是呢 它选股呢 不是说不漂亮的 但不是第一重漂亮的 但它便宜到减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机会呢 去做少少改变的 那么 而因此而买入的 那等下都会讲到其中一只的 另外呢 就是trend investing 趋势投资 那趋势呢 那趋势呢就是可以说的 Event 里面 譬如Qualify很多大事件 包括这个的 节日啊 聖诞节啊 感恩节啊 还有呢 一些债务上限批了之后呢 一些拜登股行重建 比如刚才说的FCX 都会在这方面呢 会作出更改的 就不只是 选股最最最最漂亮的那些 可能是选股漂亮的 但是加入其他条件 那么 那么最重要的第四点呢 就是记住技术分析 我们每一次都有图表给大家 因为呢 你博得点漂亮 你就算是多理性 想的原因多对也好 市场那一天不拜 那段时间有问题呢 未突破就不要买 未转小就不要买 但是呢 就分趋势分析和见底分析的 两种啊 大家记住看技术分析 和听清楚那些的目标 记住指示了 所以今天呢 分享的东西呢 比较多 基本上好像茶序一样分享 那有个mini版的茶序 每只股票的基本面 技术分析都讲完了 那么所以呢 四样的假设呢 就讲一次了 第一我们的stock list 还没finalize 第二就算finalize 也不是一定sull in的 但是呢 我们以我们有的资料 今天有的情况 去做一最好判断 没理由你光看光看 便宜的东西都不买的 买了最多些止蚀一定要 那还有呢 记住说完这个名单呢 有一只小部分 多数都是 适合时间买的 但是小部分呢 记住还是跌了七彩 那么很有价值投资的味道 但是呢 技术分析没有转细 千万不要买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你自己要研究到的注码 注码的比重分类呢 都很重要的 我买1万元 你买100万 我买2% 你买20% 有分别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只股票呢 最美最美最美比12% 比重 最短炒的比4-5% 这个呢 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作名单 其实凸显了 为什么一定要比重呢 很多时候都没有给比重 你这么说哪只股票哪只什么 比重是黄道的 一个人赚和输 和买同一只东西呢 同一套的东西都可以有分别 就是比重很大影响的 好了 事不宜事了 那么我们呢 记住给like和share 那么我第一只的港股呢 大家都有点猜中的 就是呢 创科实业了 那么创科实业呢 我再讲一讲 很多朋友都没有知道他做什么 还有呢 知道他做什么呢 都不知道怎么这么便宜的 因为升了很多了 我们买的时候呢 已经升了一倍了 每个月呢 比成5-10%的升幅 是每个月稳定的5-10%的升幅 近来呢 经历过大调整 有没有机会可以翻兜呢 等会和大家讲的了 创科实业呢 主要是做电动工具产业 当中分两大类 第一 就是电动工具的业务占91%了 所以搞定了 电钻 螺丝批 户外圆藝工具等等 产草机基本上呢 是附近家庭装修 维修保养 都要有的一个 和有关的相关产品都会做到的 2021年上半年 电动工具的 它的业务增长是55% 主要因为海外市场的销售增加 可能COVID也有点帮手 那么欧洲增长成90% 其他其他区域都增长58% 非常之厉害 反而股价下跌 其实升了才下跌 因为疫情 各地楼价不断上升 很多人都留在家 又要装修 回草草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又会留意呢 因为北美 你住开都知道 夏天就搞前面 冬天就搞入面 即是Basement 装修 凸墙 整个红酒柜 所以很多人做 还有圣诞节 男人必备的就是这些工具 女士们就不用投行 去Home Depot Rose 买一些创科的产品给男人 那就很开心了 我另外 因为我是未成熟的 一个未掌握到装修的技巧 你买个电钻给我 我都不懂得欣赏的 但是很多很多 真的会这样做 就算是种棵草 Roseberry 在Bagard种出来 冬天也是有特别的 第二个业务 就是地板护理的业务 占9% 家用 商用的吸塵机 主要的品牌策略 收购多于电动产品的品牌 例如Milwaukee 很厉害 Milwaukee 其实是创科 Homelight Hover Milwaukee 我自己都在用 其实是669 来看业绩 其实他就会知道 为什么十年是稳定 而现在是比较低估 因为他十年都稳定赚钱 每年的营收增长平均是10% 慢慢增长 但是他那个 EPS 或者平均的盈利 平均增长是22% 那就是销售是增长10% 但他正代22% 那就是坐定粒6成本都不用改 坏了不坏了 他都是电钻的 还要有赚钱 多赚 那是时候看技术分析了 暂时有个很大的调整 落到148元左右 其实差不多 不是现在 差不多有一个转小的机会 我会颇145元的上落 2元 就是143至147元左右 如果有转小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那本身你打算买它 你比180元好买 对吧 我们一百七十几元叫大家只赚走 就算我持长线 也忍不住要走走 结果都是算对的 那第一站可以看到165元 或者你现在miss了的话 可以165元突破就必定要买的了 OK 那669是一个长差的选择 另一站就是石药集团 其实选股暂时都是不错的 但就着政策的影响 就真的逼着去减价或者收不到很多钱 那石药集团的业务大概分两种 成药、原料药 成药占80% 例如神经系统、抗肿瘤、抗感染、心血管、糖尿病、药物 这些都是必须和一定要长期服用的 2020上一年 其实中国针对未来五至十年的医疗改革提出措施 例如大量采购这个就不晒机了 减轻医保和患者的负担 但是都会兼顾企业的盈利 针对这一点大家都担心影响行业发展 其实石药集团业绩是不受影响的 虽然某些部分价格是变了 但是因为我们说了很多次 因为采购多了薄利多消 其实反而不是打和 收入反而增加了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已经说过几次了 股价不听用就别买了 但是你深知道要放到观察名单 其实是好处的 去年因为这样的原因 反而收入是增长13.8% 医疗改革已经尘埃落定 大家都知道要跟着政策走 公司未来的大方向 就以创新药为主 因为政策的改革 令创新药可以加快立入医保 等于听户多些 吃户多些 我们也说过在茶序 所以集团每年投放10%以上 去研发生药的令到收入 也有所增加的 而石药的集团 过往十年的平均营收率 14%增长 十年的每股盈利增长 也有7% 反而成本压力 当然会被Home Depot 拌到6669来大 但是始终国家 都有一个做药的弄头 难道买药回来吗 所以在这方面 都算是一个好股 但是技术分析 就一定要等 因为是糟糕到没得再糟糕的了 曾经这个通道 我开了一个币 跟大家说过 升穿上买了 买之后目标到了 到了落回来 再落 也是三次试翻通道下限 显然说市场是有所共识 对于这个通道 是看到看到看到的 跌穿了的时候 没理由不会看到看到看到的 所以量度目标 是有机会只在8.4个位置上的 如果转小再买会安全一点 否则等它突破9.5 我们再买会更加安全 但是价格会贵一点 大家衡量了 第三个大家估计到 就是腾讯控股 大家都没理由不熟悉 主软部增值 服务是52% 网络手机的增值 网络广告服务 收入占17% 金融科技企业服务 占30% 例如云服务 大家都会很担心 这个游戏服务 其实几年之前 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怕了投讯 因为手游业务占 曾经超过50% 超过50% 现在到你担心的时候 其实手游业务 已经没有占那么多 我慢慢跟大家解释 大家担心这件事 初步政策就是 暂时限制未成年玩家 16岁以下 而佔了 其实用户剩了2.6% 12岁以下佔了0.3%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统计 而况且货金货到狼鬼死 应该也不12% 除非某小部分的小朋友 拿着父母信用卡 以几百万去货金 我都没听过 其实多数比较上年长 现在主要业务的收入 每年增加 但是 但是以占收入的比重 其实游戏方面 2017年的占比 就慢慢放弧了 所以这个游戏会不会影响 完全影响腾讯有 但是大家心目中影响得这么厉害 我就有所保留了 微信平台当中 除了活跃的社交圈子 同时也帮助一些中小企 推广业务 例如2021年上半年 透过小程序 而产生的交易量 当时我们几年前分析小程序 都扣了机 已经上升了超过一倍 也不见人提 另一方面 在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 这个部分收入占比越来越高 由2018年21% 去到上半年30% 未来更可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情况令我想起 当时2017-2018年 腾讯跌一半的时候 大家只注重游戏问题 或者南非股东沽腾讯问题 大家忽略了很多东西 甚至说它搬了总部影响风水 然后升了一倍 没人敢说了 现在跌了一倍 又有很多坏消息 去racialize 去合理化它 为什么值得这么低 所以这个显然 在一般价值投资者来说 大家闻到浸味 就知道有便宜的汁了 整个市场一尾看淡的时候 咦 是不是这么差啊 所以大家值得放在观察名单 腾讯过去10年的营收增长30% 每个月增长34% 其实这个情况和盈利 都算很稳定的了 那个百分比 和 number 和稳定性都算很厉害了 又调似这样说 如果你自己 buy 中美货币 其实腾讯一定会买的了 因为中国不可能 去没有了腾讯和阿里巴巴 会引入Google Apple 去成为中国的大赢家 和最主要的抓赢人 所以除非 如果中国不下跌的时候 这些大的企业 其实我觉得直播率也挺高的 那技术分析呢 我就很少这样说了 那现在就这样送进去吧 那如果你自己可以止虚位 守得到420元去止虚位 那无论你600元 500元 400元买都没问题的 我就不是现在买的了 我之前贴着 420元 440元买的 所以现在呢 除了一个箱底 再做一个箱底上去 那如果你自己怕的 突破501才追入 502才追入的话 可以目标看着565元先的 那第四只呢 常常都入了我们 第二名的选择名单 那不就差一点 但是呢 我们同学会呢 就已经买了 就是说了年半 就是龙湖集团了 是内房来的 那大家看到说 内房很害怕的 那当然第一 怕就要买的了 那第二呢 他和其他股票都可以不同 有些说的是恒大的 那我们想起恒大 花样年 其实呢 他会不会进入这个 苦主的行列呢 其实呢 龙湖集团呢 是国内其中一间呢 没有中过三条红线 规定的任何一条 所以呢 阿爷呢 真是去整顿的 就不是这间内房 至少可以这么说 那么 有关三条红线 但是他说一说 之前都提过 所以呢 我就说买些内房 甚至可能博一博恒大的 这个自己个人的高危险动作 那三条红线呢 就是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 大过70% 就是不计算prepaid 都要是占70%大过 正负债率大过100% 那这个呢 现金短债比率呢 少过一倍 那么 那就是房企呢 就不能获得融资的了 那么 那刚才那些规则呢 全部都不能犯规的 那刚才呢 那几样的第一样呢 其实呢 这个龙湖呢 就是65% 那不过70% 那第二个呢 就是46.5% 那就是赞号员了 那短债比率呢 就更加去到这个 4.24% 那大过1很多的了 那表示呢 企业是有能力 上还短期债务 而达到有效的保证的 那比你越大呢 就代表了 企业的短期还债能力就越佳 那当然了 你会说到 那内房很多只啊 那109 202 那样又要龙湖 那其实呢 那内房呢 整体是说要差呢 就是一单单的 要好呢 都是一个多值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选龙湖 可能会选其他多值 但是真是有效 帅仔的 那龙湖地产 那龙湖地产呢 就过了10年的营收 增长26% 每个年增长15% 那都算挺稳定的 这是我们其中一种最简单的 选股方法啦 那当然呢 我们是试过 我们做的选股 和现金流量表的 偷步分析的了 那就是选它 所以不是正是这个条件的 那龙湖地产呢 其实暂时来说 都和之前买的一本地产 在上几集和大家说过 要买的了 那都是有个的 头肩底或者箱底 正在上来的 那他就是选一个 可能的头肩底 那暂时呢 我觉得现价可以试一下 直接冲进去的 那如果你真的跌穿33元 做止涉 Bushet只有2元 当然是止涉范围 如果拗底者 让他突破37元 就有个头肩底 如果头肩底成立的话 目标是44元 at least 那大家可以留意 那第五只呢 就是顺而光能 其实我们促很久的能源 就是顺而光能 那这个呢 就是根据的Trend Investing 小一点是完全 因为选最美最美的一只 因为他不是说第一名单 漂亮的 但是整个Trend 如果技术分析都配合了 但是呢 都是想一想的 特别呢 中美谈得碰巧的时候 和G20又行 環保呢 我觉得大家是 不会互相踩 是需要 好像马里说 互相合作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如果阿耶 或者各个地方 是支持当地的自己 环保股呢 基本上是一条直路来的 除非自己 就是内控啦 那比如共和党 又不让民主党做 但是内地就没有 一做的时候做硬 下落了規矩 原本就是大限电 所以呢 信而光能就能够受惠了 所以国家的碳排放计划 2023年要达到顶方的peak 2026年要达到零 就是这个实现 碳中和的零 那么国家序局一众的 这些的办法在长远发展 一定有的政策扶持的了 那么主要业务呢 其实它就是分别太阳能的玻璃 制造率81% 是同比增长80% 所以一个业务接成八成 以后的增长九成的话 哇 没话要说了 那么二工厂分布了 安徽天津广西马来西亚 那么占全球35% 的产量是35% 那么太阳能的发电厂 占收入比是18% 同比增长到30% 哇 非常的不错 2020年呢 它在全球拥有 1400千兆瓦的 这个太阳能发展场 那么2021年呢 就买入了最少 七千 七八千 就是 700.000 的太阳能的发电厂 那么 就扩展这个业务的 那么我们看看 那个业务发展 最近呢 因为国内呢 限电限产的问题 那么国务院提出呢 能源供给的六宝啊 的目标 所以这个正正呢 现在的training investing 达至呢 保障能源安全的产业供应啊 那么其中也提及到呢 要再加快发展新能源基建 比如呢 风电啊 太阳能等等的 是完全符合国家政策 也都呢 外国是没有插手的东西啦 可能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么你暂时呢 那么 那么漂亮的业绩呢 竟然有个比较大的调整啦 那么第一试一试呢 会不会落到去黑色线 或者红色线的位置呢 大概都在11月的时候 同一个位置了 分别是13 14元至14.3个位置 那么如果是的话 试一试 会去之前的前顶 47.5元 那如果你差点安全一点 突破四 是17.5元 sorry 突破17.5元才买入呢 就安全一点 不过呢 价钱贵3元 3元也很远下的 所以可以分注也是一个选择 那去part2呢 记住我们会提回五籍的美股 和我们虚拟阻辑的走势 和那个策略 和S&P和恒生指数 有没有机会见底 牛舌并从林呢 是part2会见的 那么首先呢 记得我们呢 是请人的 那么首先呢 冷静点 香港加拿大都请人的 这个是加拿大的position 是立刻要有的 因为呢 我们一定要请五个full time 去fulfill到 我继续一个一个 去将它 即是 将基地而来加拿大的 大家就一个一个有working visa 所以一路重复地做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的 真的需要一个admin 和PA 帮助我很多不同的东西 譬如我自己找屋 交水电媒 mortgage documents 甚至我去买地 起地 一起开会 都可能会到的 看看你的能力去到哪里 如果你的能力抄得比较快 或者是专业一点 那可能会做多一点 那应该是好事 那我们香港也有机会 给大家一些提示 应该是我们社交媒体那边 可能会有一个 一些editor 或者小编的工作 另一个呢 就可能是我们research team research team的content team 可以这么说 那又不是说只是做research 我们都还要做content 所以大家就是 拭目以待了 那么大家想留意 我们以上所有的选公规 你们说是哪里找的 其实记住去你有免费一小时的training 送给大家 是十年财务之后 股票那部分的选股很重要的 因为要财务之后 你当然是靠选股 不是靠短炒的 对吧 虽然短炒也很赚得 但是你不可以free了出来 那些时间就更加要重要 那如果大家还没想过那些training 基本上应该都会inspire大家的了 那英sir这个也是爆炸的了 那现在暂时都放下去 你放什么时候都放在waiting list 那其实呢 都应该我们会加大的 但是我们都很快将会收了 因为我们都很快就开始了 那其实我们会确保网络的stable 稳定 所以我们都人数是真的会有限 所以大家记住去那部2020年 英常的观察名单 那和我今天和来日的茶序都首尾欢迎 因为年底了 我们全部resert的通行都是quart four 要搞定股票的了 所以大家就是去留意了 那我们去一去广告 那大家麻烦全部看完 那大家回来就可以再见大家了 OK 等下见 用IB怎样做到杠杠呢 可以倍化被动收入 想知首先可以看十年财务自由免费简介工作方先 完了之后可以考虑参加我网上的十年财务自由的课程 并且即时自动加入师傅Live 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每个月我们都会讨论下不同的财务自由秘技 这个私人群组里面 还会分享财智功课 消息 每月浅谈等等 等你上完课程之后给你永久的支持 快点去看这个免费一小时简介工作方 了解详情 Jekie Sir和古坛留言得的0至千万加速器 里面会学到他们的秘技 包括REIT、短炒、美股组合、CFD等等 加入这个课程 便会自动加入Live 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10月份的主题是实践系列 选爆升股 目标25%回报 快点数下QR Code 免费试题一小时简介 加工作方 了解更多 师傅的新书 富翁雅能变富翁 2021年重制版 在网上书店有得买 首饭有 首万无 网上书店还有其他书 在下面连结 或者扫上QR Code 看看 Interactive Brokers 是师傅用了20年以上的投资平台 IB一暂色环球投资平台 可以投资33个国家或者地区 135个市场的股票、期权、期货、外汇、债券和基金都可以交易 去下面连结了解更多详情啦 10月20日 有英sir的股票研讨会 会讲到2022年的观察名单 快点去下面连结报名啦 11月5日 明天有Kyle的免费英国房地产分享会 主题是 人人买英楼 有保障 回报高 英楼准业主必知 快点去下面连结了解更多 想每日紧贴大使 立刻下载我要做虎翁的应用程式 我们每日收市前 都会和大家详细分析的 约定你啦 约定你啦 但是加上S&P下跌呢 我也答应过大家 如果S&P下跌呢 我们有35% 如果现在S&P再突破呢 我们试试40-45% 那我们会跟着这样走的啦 最美的那些我们走完 如果不然呢 你不会看到红红绿绿了 全绿了 但是呢 要走就要走 始终都要走的啦 669 308都走完 但是走得对啦 因为跌得很厉害 虽然忍痛 最好的情况就是和他分手 然后他生活比你更加差嘛 所以你和他分手之后呢 他跌到抽筋是最好的 虽然呢 分手那一刻是痛楚 那希望呢 趁低级纳啦 是不是呢 一适当教训的时候呢 我们就吃回头草了 等他一适当教训之后 OK 好了 说到很坏了 回来先 好了 那我们暂时呢 就说了五只美股前 然后再说大股大股 那大家大股再配合呢 就可以有个好的时机去再买啦 那第一只的美股呢 就是全行 Bunberg 现在暂时的所有分析员 一致认同是低估的 就是Amazon 那Amazon股价呢 现在就有很大的横行啦 现在暂时呢 100%呢 都是买进的 暂时呢 现在的报价就是3299 那12个月的目标价呢 其实就是这个的4153 我计成1000元的目标价 那当然啦 大家 我又这样觉得 大家这样觉得 不代表大家都一起对的 但是呢 上次令我想起的就是腾讯了 那一只美股有上次的腾讯 或者现在的腾讯的一个这样的低估 或者供应低估的现状呢 在美股方面呢 都算是少有 多了 不要拒絕了 因为有少点风险的 未来呢 10月28号呢 它的业绩公布只有8.99了 按贵呢 是会插得厉害的 但是按年是升 但是如果市场拿按贵去插它 比如按贵倒退33% 你死定了 那可能还有一波下跌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了 不过如果看回全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它会稳定去25%至30%增长的 那以57倍p呢 我觉得也不是很合理的 但是问题就是 整个S&P的纳指都是不合理的 它在不合理的指数里面 它算是合理的 那就是低估了 所以呢 除非S&P下来 那就不要买东西了 如果S&P爆上去呢 其实可以想呢 就是Armazon 你始终要买这些股票的嘛 是不是明白 如果突破上去 几季都要买的嘛 所以呢 我是担心不是这一季 如果这一季再上升 我上次说了 那可能呢 只是将问题呢 延续呢 再第四季 那这三个月 就会再玩其中一个半至两个月咯 那整个 这一季都没过完 已经期了 跟大家再说了 但是在业绩方面呢 在全业绩的之前呢 大家要小心 因为在下年的S&P的业绩呢 是很一般的 那大家看回《师傅实战》 那跟大家也录了 星期日会讲这个 五个爆煲指标 S&P我比较担心的业绩公布 每一次公布都是很危险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Lows 那其实Lows 就是跟Home Depot的死对头来的 那Home Depot呢 因为它说到业绩一般的 其实都很介增长的 那所以呢 Lows呢就破顶 这个呢也都在我们呢 有升级版的朋友呢 那大家去到我去做App 或者Web site报导 第三格呢 你都看到 和我内容都说了 Lows一破顶呢 大家可以买的 不过我都是买Home Depot 因为我真的有Home Depot 没理由再买一只Lows 所以呢 我的目标就是Home Depot的 那Home Depot呢 其实还行了很久 令我乱想起呢 之前的Amazon 和Adobe 和Microsoft呢 都还行了半年九个月呢 之后有个比较大的突破 那大家可以捕着的 可能受不了 但是升纯的高位呢 345元呢 上面有一片天圆 完全没有蟹货的了 你要天得天的了 要地就不会得地的了 那所以呢 现在再突破上呢 可以想一想去考虑一下的 那突破高位 可能会和Lows一起再上升 第三者就是FCX 那上次和你更新的原因 拜登啊 就是这些一万亿的旧市 的基金方案 那其实呢 已经呢 是突破了 上升就是阳烛的位 那都说可能会顶住 可能阴烛啦 那如果突破呢 我估计不是阴烛 是一个大阳烛嘛 那他之后呢 大阳烛上回来 阴烛呢 在10月12号 阴烛刚刚在黑色线 我就知道机会来了 下一日的一堆阳烛就能买了 那他就买了 那昨天呢 那可能就会了 就再上去$37.13 那最高到$37.9 差不多$38 那至少去先掙住一支 那你的策略应该是和我 大同事要的 未买的时候呢 可以试一下 那不过要注码要调小一点 因为他弹高了少少 那么 那還有一支呢 是我們星級版先说的 而不是直播说的 就是PSA 那这支呢 就是我们 在看枫葉的时候呢 我就说开这个 這個迷你倉 其實我也介紹過幾次 跟Carrie和德興說了乘車的迷你倉 他對迷你倉的想法原來很多 我就說PSA我只認識這隻 那一晚就成為S&P500升幅的頭五名 我昇格版顯然就跟大家說了 就是10月12日這支揚中的時候 現在再彈兩支了 你同樣就有個情況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買到 因為機緣巧合情況我沒有買到 我有說到我應該要買到的 但是我那天只記得FCX 所以如果你同樣都沒有買 有一個策略就很簡單 你現在高追我覺得有一個 唯一一個可能就是一下強勢突破333這個位置 就是歷史高位 那我可能買少許 但是如果不是你剩下少許 或者你完全不敢買 就等他逢調整才買 這個真的很考技術功夫 是我的另一個絕招 就是你不要管他多少錢 你現在300元還是400元 總之你現在看到有任何極限調整 包括補一個裂口 或者回調一半 就是在這個case補裂口即是317元 回調一半大概是311元 你才買入 OK 但是你就是按摧摧 好像恒生思索一樣 如果大家上去下回來的 那你的價錢便便宜一些 但是不是因為價格 多低高問題 是因為有調整才買 你才可以make sure到 你買之後的浪的升勢 是更加耐 吃得更加盡 如果你在第一個升勢的尾升買 你就要坐艇再上來了 有機會這樣 所以不是吧 如果不斷彈上去 我又沒有買到 那怎麼辦 等他350元才做到這個調整 或者450元才做到這個調整 當然要等的了 這個也是符合 又是聖誕節了 因為public storage 做迷你菜 都是聖誕節很貴 都是想擺開的 夏天的東西 一些backyard的東西 譬如backyard很多東西 你不想放箱裡 產草機等等 你就要擺 甚至你的車 有些classic cars 要放置 要放置 亦都可以擺 所以你不要想著 香港和美國的迷你倉 是不同的 我新加坡在前天 和颱風那天 都跟大家說的 那麼第五隻就是TSM 我都不可以再去emphasize 這個疫情 之後他的訂單 應該會保持一樣 還有他去什麼貨 都要吃到什麼貨 Tesla在這些 supply缺份的情況下 都能夠有銷售增長呢 哇 他的生產鏈頭 bundering power of charge 實在是非常大 但是這些風險 就不需要冒險 在上游而無 譬如TSM 所以現在暫時 TSM的四底都正在做著 雖然昨天是高開 陰足 少許低收 但是始終是上升了 2.3% 所以都是一個好機會 可以試一試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座位裡面 都可以買少許TSM 我們都買了 貼在邊買 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跌穿 obviously 跌穿108元就止虧了 所以暫時我都交代了 我們倉其實會買這幾隻股票 還有一隻的港股 就是2318 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11隻了 如果238 其實就不需要太大解釋 大家知道業務是什麼 跟騰訊的技術分析有一樣 跟內房技術分析差不多 箱底的目標也是未到的 所以現在趁調整買 都可能可以去做到的 所以11隻東西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有買到的 剩下一些 我們看時機會加著 我們採取的態度 應該都是轉馬的了 因為我們如果整個倉不行 就將去年的List淘汰 買新的List 不然我們不會再加隻數 在這個隻數下 我們加著就算數了 OK 所以大家分得出短炒 和價值投資是哪些 或者成長價值投資 剛才跟大家說了 現在暫時我們情況 我們理論上看回美國 一支人足再突破 今天有兩個可能性發生 就是如果這個 會作出一些回調 會去回4410的位置 因為之前說的4410 這些位置是要突破 可能retest這個位置 令到真真正正的 看淡的淡油 可能再下注 然後一些無謂的好友就走了 然後再穿上去 這裡其中其一個 我覺得如果真的趨勢發展 他不會陰足氣在這個位置 會上回來收市的 第二個可能性 可能也很大 因為資金流 在我適合說 都是很帥 所以我們減也不敢減得盡 買東西 一直都買回東西 FCX都買回東西 因為資金流 也算挺帥 如果大家真的這麼擅亡 不再理會 或者不再擔心 11月3日 或者這麼說 11月3日之前 炒一下業績 11月3日才走也可以 今天就直接 递開成資料足上來 可能有這個機會 如果直接列口大元足上來 也有機會 暫時來說 這麼大的楊竹 我比較喜歡 我猜 大家可以看結果 我猜 就是考眼光 就是少少低開 或者低於一半 由楊竹上來 機會大一點 可能採取這個計劃 每月月學都好 如果這幾個形態都不符合 是倒跌的話 那就要看淡了 要止蝕 或者離場 或者收到cash 所以暫時我裝入面 都可能找機會 會再加注在這裡 不是加一隻數 是加注在一隻 可能少著一些 例如Away 或者Microsoft 可能加到8 因為Microsoft 跌高一點 Netflix 可能一般 因為它短炒 我們儘量加到40% 或者42%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策略 而恆生指數 其實我們 看看今天情況如何 我暫時 如果看回S&P周勢 它可能會升的機會大一點 或者低開 但是高收的機會大一點 無論怎樣也好 它都不可以跌穿 之前的箱底位置 和大家說得很清楚 就是246 246位置 一手 就是還能夠收到的時候 我們是繼續去買東西 包括我們剛才買的價值投資 趨勢分析器 我們會繼續買 因為價值投資的第一柱 不需要那麼多技術分析 所以和它膽膽 現在246指示 我現在是249 300點恆生指數 我何給你 所以我整個倉庫 可能現在 今天 最遍升日 會接近滿倉 那麼有些什麼會加的呢 可能我們會 就是 我們不知道 105、138、133都是短鈔的 可能我們會加一點點 領子我很吸引 想加的 如果駐馬許可 我們不想加一倍 例如加到7 萬科可能加到7 接著可能238 沒得加 因為一手就這麼貴 騰訊也沒得加的 所以我們可能在 加多一隻 港股最多 或者加住 這樣令到它是42%左右 那剩下大概是3% 我們就開一個CFD新倉 由3萬元開始 那現在是少少斬莫了 因為呢 這個 湯克老師給大家提了 會做些什麼的 包括 Long Bitcoin 或者是 還有Short這個大豆 還有 買回石油的策略 那這三個月我自己都做了 那石油其實都挺貴的 但是普京呢 剛剛做了一個訪問 就說 不是它搞了一陣 但是石油它提了100元 還有一些機會上升 那實際上 又和拜登是一樣的 基本上呢 他將所有的 美國能夠生產石油的東西 都會減慢 或者不再支持 美國的供應呢 都要計算的 不只是天然 不只是俄羅斯 美國本身供應都少了 石油也不會升的 對吧 所以呢 是會有扭曲性現場出來 你看回復民主黨 都有這樣的聲勢 復民主黨上台都有這樣的聲勢 所以石油是很鬼好玩的 不要弄CFD 你弄CFD 你弄CFD也很鬼好玩 長渣石油 這樣就賺35元 升到81元 這樣就賣得不夠了 那今天呢 上次我這個禮拜也和大家說過 Bitcoin就是我CFD的手上 上個禮拜 那今天又爆上去 對吧 那接著呢 我們呢 今個禮拜就會說美匯指數了 因為美匯指數呢 其實呢 它又昨天呢 後抽回來項線了 這個是最好的機會 當然呢 你等著楊竹買好一點點 但是呢 跌穿綠色線來止虧的話 沒問題的 因為止虧位置呢 只有1元幾毫子 樓上呢 如果你93.9去買美匯指數呢 它樓上的目標可以看回97元的話 七成準 不是百分百 那是直播的比較高 所以今天我推介呢 這個CFD就是做美匯指數的Long OK 那今天就這麼多 那大家呢 記住有什麼留言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CGK的環節 無論是直播 或者Premiere 那我自己都領記心中 因為我自己Premiere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 看大家留言的 就是我攤著床頭 準備睡覺的意思而已 所以呢 我們一有每個星期呢 更加不同的知識 接下來呢 有不同的挑戰 必定每個星期都有的 我會和大家去補習 和大家一起迎戰 手拖手去 排除萬難好不好 你說 所以我們業績期呢 就是大家去搶攤啊 兄弟 那所以呢 希望業績期有些的斬莫 那接下來就到講業績期了 那所以這個Quarter 4 都挺忙的 繼續給個like 這個CGK 還有記住緊守崗位 每個星期五的1點鐘都看了 OK 那重溫的朋友都要按like 下次見大家 拜拜 YB 怎樣做到槓桿呢 可以倍化被動收入 想知 首先可以看十年財務自由免費 簡介工作方先 完了之後呢 可以考慮參加我網上的 十年財務自由的課程 並且即時自動加入 師傅Lifetime Coaching 的私人群組 每個月我們都會討論一下 不同的財務自由秘技 這個私人群組裡面呢 還會分享 才智功課啊 消息啊 每月淺談等等 等你上完課程之後呢 給你永久的support 快點去看這個免費一小時 簡介的工作方 了解詳情啦 Jacky Sir和股坦留言得的 零至千萬加速器 裡面會學到他們的秘技啊 包括Wizla 短炒 美股組合 CFD 等等 加入這個課程呢 就會自動加入 Lifetime Coaching 的私人群組 10月份的主題是實戰系列 選爆升股 目標25%回報 快點數下個QR Code 免費視體一小時時間介 加工作坊 了解更多啦 師傅的新書 富翁也能變富翁 2021年重製版 在網上書店有得買啦 首發有首萬無呀 網上書店還有其他書的 在下面連結 或者數個QR Code 看看啦 Interactive Brokers 是師傅用了20年以上的投資平台 IB 一站式環球投資平台 可以投資33個國家或地區 135個市場的股票、期權、期貨、外匯、債券和基金都可以交易 去下面連結了解更多詳情啦 10月20日 有英sir 的股票研討會 會講到2022年的觀察名單 快點去下面連結報名啦 11月5日有Cyle 的免費英國房地產分享會 主題是人人買英樓 有保障回報高 英樓准業主必知 快點去下面連結了解更多 想每日緊貼大使 立即下載我要做撫翁的應用程式 我們每日收視前都會跟大家詳盡分析的 約定你啦 約定你啦 全都會在一起